最近我收到了一些朋友们的留言 令我感觉到非常的气愤 我气愤什么呢 明明我提出的是四法三笔 他们是断章取义的说 古人都提出了 齐笔 行笔 收笔 难道你盗用古人的知识产权 你不觉得可耻吗 哎呀 我听了以后觉得很奇怪 我说哪个古人说过 我讲的这个四法三笔 我讲的四法三笔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四法是齐笔 行笔 收笔 揭笔 这是四法 为什么讲四法呢 因为一个笔画写出来 你必须是通过我们欣赏它的齐笔 行笔 收笔 或者说你在学习的时候 你必须要知道怎么齐笔 怎么行笔 怎么收笔 你才能够把这一个笔画写好 这才是一个笔画呢 那不同的笔画又怎么写呢 在一个字里边不同的笔画组合怎么组合呢 我提出了揭笔的这个概念 当然这个揭笔呢 它比较复杂 我在具体的讲述的时候呢 讲的不是太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们古代的人啊 经常讲说书法是行至自知 神采为上 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神采在哪 怎么样去实现书法的神采 我通过长期的研究我发现 书法的神采呢 除了我们把一个笔画写好之外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要把揭笔写好 什么叫揭笔呢 揭笔就是上一个笔画写好的下一个笔画 我怎么写 我怎么确定它的齐笔 我怎么确定它和上一个笔画 以及包括下一个笔画之间的呼应关系 这是产生书法作品里边 或者写字里边神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们就提出了四法三笔里边的四法 齐笔 行笔 书笔 揭笔 而且呢 我们讲了 这四法里边最重要的不是你提出了齐笔 行笔 书笔的问题 同时呢 我们也提出了什么呢 就是一个笔画是有结构的 这个结构就是齐笔 行笔 书笔 是完整统一的 另外呢 就是说 我们确定了齐笔 行笔 书笔之后呢 我们把所有的笔画呢 就有落实之处了 对不对 我们不是经常讲吗 书法 什么书法 什么叫书法 什么叫笔法 书法 笔法 什么叫书法 什么叫笔法 你所有的书法都要从一个笔画开始 那么所有的笔法都要具体的落实在具体的笔画上面 对不对 点是一个笔画 横是一个笔画 竖是一个笔画 撇是一个笔画 纳是一个笔画 钩是一个笔画等等 是吧 所有的我们的一些基本的笔画里边 它无非就是如何齐笔 如何行笔 如何书笔 比如说我们讲永字八法里边 对不对 永字八法里边 横 竖 钩 在我们今天来看呢 这是一个笔画 但是古人认为呢 这是三个 叫做笔事也好 叫做笔画也好 我也弄不清楚 反正呢 做八法里边它算三法 那个写那个横的时候呢 它叫勒 它写那个竖的时候叫什么呢 叫做怒 然后在写那个勾的时候叫什么呢 叫剃 好像是三个笔画 但是按照我们四法三笔来讲 来分析的话呢 我们讲你这个笔画里边呢 它在写横的时候它有一个齐笔 那么在写那个遮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相对来讲 叫做收笔 然后在写这个竖画的时候呢 竖画它有一个是一个行笔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写那个勾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叫做收笔 所以说你看 它这里边就出现问题 收笔 各有各的收笔方法 齐笔有齐笔的手笔 齐笔方法 行笔有勤笔的方法 比如说永字八法里边刚才我们讲的横 遮 勾 那个写树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行笔 行笔为什么古人把它叫做怒呢 因为那个笔画呢 古人讲 一般你不要写的太垂直 要写一个弧度 这才叫做怒 那么这个弧度也好 还是垂直也好 我们把它叫做笔式 或者叫做笔意 这里边呢 就又推出了 我们讲的四法三笔里边之外的呢 还有一个三笔 什么三笔呢 就是笔法 笔意和笔式 那为什么我们讲这些东西呢 有的人说你讲的这个东西跟前面不是重复吗 我说你说的对 是有点重复 看起来重复 其实它不重复 为什么不重复呢 因为你的笔法对不等于你的笔意对 你的笔意对不等于你的笔式好 这里边还是有冲突的 但是呢 在一个具体的字里边 它的这个笔法 笔意 笔式都是统一的 如果你的这个旗笔 行笔 收笔做的是对的 那么它也包含了笔法 笔意 笔式是对的 那么这样呢 就是统一的 所以我们讲四法等于三笔 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逻辑认识方法 我不知道哪个古人讲过 我都不知道哪个古人讲过 你给我提出来 古人已经讲过了 还有的人说 你所讲的笔法 笔意 笔式 这个什么叫沈尹默早都说过了 不光是沈尹默 讲笔法 笔意 笔式 古人讲得很早了 尤其是笔式 讲得很早很早了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你给笔法 笔意 笔式 要注入的是什么样新的概念和含义 内涵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 笔式 古人讲笔式 你弄不清楚他讲的是什么 有时候呢 讲的是用笔的这样一个气势 有时候呢 他讲的是章法等等 很多很多 你弄不清楚 那么我是怎么确定这个笔式的呢 怎么确定笔法 笔意 笔式这三个大块呢 首先 笔法就是一个书法作品里边的四法要具备 就是怎么齐笔 怎么行笔 怎么收笔 怎么揭笔 这是你的笔法 要看你的这个书法好不好 要看到你的这四法 对不对 然后的笔意是什么呢 关于笔意这个概念 我多次的讲过 我也给你说不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是这样 因为笔意很具体 可以说 笔笔是笔意 字字有笔意 所以你就讲不清楚了 只能说我们逮着一个具体的字我们来讲 什么叫做笔意 对不对 你比如说 昨天我发了一个视频 讲的是魏碑的一个书法作品 圆长墓志 圆长墓志里边呢 我讲过 它的有些撇画带有立书的笔意 比如说我们撇画撇下去 按照唐凯的撇画撇下去 撇过去之后呢 收笔的部位呢 一般来说是尖的 对不对 是尖的 好像一个玄征的那种感觉 但是人家圆长墓志里边呢 它的撇画写出去呢 在收笔的部位呢 带立书的笔意 反而更重了 写得很重 所以这就是一种笔意 当然我也讲过 所有的笔法 古人所讲的所有的笔法都叫笔意 什么蝉筒是个笔意 燕北是个笔意 什么历史脱靴是个笔意 壮士拔剑是个笔意 甚至包括严正欣讲的 对不对 印印尼是个笔意 对不对 赵柴谷是个笔意 还有什么追画沙也是笔意 很多很多都是 玄征是个笔意 锤鹿是个笔意 这个还有包括一些墨法 是不是 干墨是笔意 枯墨也是笔意 等等 浓墨是个笔意 淡墨也是笔意 它很多很多 你说都说不完 总而言之 所以我就经常的讲 笔意是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 总的来讲 你就记住一句话 笔笔有益 字字有益 这叫笔意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笔意呢 就是笔意要有趣味性 它要有那种成传历史 表现历史的这样一个趣味性 这叫笔意 然后呢 还有我们讲的笔意 笔意是什么呢 古人讲的 刚才我们讲的笔意 讲的很多 我的确定呢 是笔画的空间位置 就是说 你这个字 一个横画 比如说写的是 非常的水平 还是写的是非常的带有弧度 还是带有邪度等等 这些呢 就叫笔意 那你想想 我解释的这些概念 是不是古人完整的去讲过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讲 我们讲的四法三笔 是对书法规律的总结 也是我个人的一种体悟 你说到的是什么一些概念 比如说齐笔 贤笔 收笔 揭笔 等等 也可以说古人说过也好 没说过也好 它和我们的解释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再比如说 我们在看 古人讲的这个十转的时候 我也看过黄简先生的 这个视频里面讲十转 我就觉得他讲的那个十转啊 讲的比较复杂 令人比较难以理解 说来说去呢 不过就是说 从这个笔画到那个笔画的 这样一个关系吧 那我们讲的那个阶笔 恰好就是这个关系 那么你看我们的阶笔 是不是很简单 阶笔就是从上一个笔画 到下一个笔画 甚至包括从上一个笔画 我写本笔画 这个笔画 以及对下一个笔画 之间的呼应关系 这就叫做揭笔 那么古人呢 要讲的是十转 那我们是不是把古人的十转 讲得更明白 更清楚 更简单了 再一个呢 我们讲啊 欣赏书法 学习书法啊 讲的都是天花乱坠的 那么我们用四法三笔 可以说非常提纲协领的 非常概括的 道明了我们学习书法的 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些 提纲协领的概念吧 对不对 我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一个笔画你要写出来 你要分析它的起笔 行笔和收笔 就是它是怎么起笔的 怎么行笔的 怎么收笔的 对不对 然后呢 要把一个字写出来 要注意笔笔都是皆笔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对于怎么样写出来 是一个很好的总结吧 对不对 如果有什么缺点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对不对 还有我们讲的 你写出来了一个字 怎么去检查 你写的好不好 怎么样去欣赏这个书法 写的好不好 我们讲就要通过三笔 看你的笔法 看你的笔印 看你的笔试 你笔法是非常的厉害 笔印非常的生动 笔试非常的恰当 有气势 这不就是好的书法 你既看不出来笔法 又没有什么笔印 模模糊糊 糊蒙不清 又看不到你的什么笔试 那你说你的书法要讲好 从哪说起呢 所以我们讲 有些朋友们 好像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对我进行这样一些质疑 或者是攻击 无所谓 但是我秉持的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讲的话 我从来不去盗窃别人的东西 是不是 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 那是非常可耻的 我自己从来没有做 我讲的四法三笔 我都不知道古人在哪个地方写着 有人知道的 请把古人写的 包括我们今天当代人写的 给我拿出来 让我们瞧一瞧 而且他的解释 跟我的概念 好像是一致的 那就说明 我盗窃了别人的知识产权 如果他讲的 比如说起笔行笔 书笔揭笔的概念 都跟我都完全不一样 你谈什么 扯什么蛋 我是盗窃了别人的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没有根据的 那我还推出了很多的 一些概念 比如说黄简定律 横峰定律 平波定律 这些都是我们在实践当中 尊重他人的知识 比如说黄简定律 那是人家黄简的一个实验 对不对 我要推出人家 这个横峰定律 是我自己的发现 也是我受到别人的启发 得到的一个横峰定律 那么这个横峰定律很重要 他说明了我们所谓的中峰 实际上就是横峰 那你说一说 古人 哪个古人发现了横峰 是你能够明白 这个横峰的意义 还是古人早就发现了 根本就没有的事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平波定律 那么平洞 这就是把提案 上升为一种用笔 或者笔法的理论 我就提出了这个平波定律 这个平波定律 还是两个人做的 平是人家邱正中提出的 平洞用笔 我觉得呢 邱正中说的呢 这个说的挺好 他正确的准确的描述了 一种用笔的方法 同时呢 对提案的表达 是非常准确的 所以我就说 你的平洞的用笔 只不过是描述了 提案的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 你说的没有说 这个方法叫什么 叫做波动用笔 所以我就提出了平波定律 同时呢 我也拨斥了 邱正中的一些错误的说法 他说 唐代之前没有提案 他认为书法有三种用笔 一种是提案 一种是脚转 还有一种叫做平洞用笔 实际上呢 他说的这些 全部都离不开提案 因此上来讲 他这个逻辑 基本上都是站不住讲的 为什么呢 所有的脚转也好 提案也好 平洞也好 都是以提案为基础的 我们的书法用笔 从来都是以提案为基础的 不论是从甲骨文时代 还是到我们当代的 现代书法 没有提案 就没有汉字 也就没有书写 是不是 所以说 你不能认为说 唐代之前就没有提案 唐代之前没有提案 我们的历书里边的 才能验尾怎么写出来的 那不是唐代之前的 我们的魏碑里边的书法的 一个笔画变化很多 笔画的变化有粗有细 他就证明是有提案 如果一个笔画的变化 不是很明确 笔画很匀称 这就叫做平洞用笔 也不能说是没有提案 是不是 所以我们讲 一定要在逻辑上 要讲得通 因为我们现代人 是非常注重统一的逻辑的 而我们中国的书法的逻辑 是需要我们去总结的 我提出的四法三笔 就是一个书写的逻辑 因为你在书写的过程当中 你是离不开 起笔写笔书笔揭笔 这四大逻辑关系的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 写字先写揭笔 再写书笔 再写写笔 再写齐笔 那样就叫编倒是非了 好 今天这话题 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分享 新大夫学习书法的快乐 愿我们大家一起走进书法 喜欢书法 也愿我们的朋友们 能够提高自己的欣赏能力 和书写的能力 给自己带来生活的快乐 谢谢